好 我们看一下 Canonical Transformation 假设 if there exists a transformation That 使得怎麼樣 那我乾脆寫長一點 反正我是到中間嘛 但這個好像可以短 好 我先寫短 他把QI轉換到一個地方叫做QIbar 但是QIbar可以由Q QE 要把QN描述他 OK 他可以這個樣子 當然你要做各種轉換 多得不得了啊 但是我們只限制一種 那種會讓怎麼樣 會讓Log Range QQ Dot 在這個舊的座標系統 跟新的座標系統 是一樣的 我們希望能夠達成只有這種我們要保留下來 也就是這個就代表什麼 Invariant 不變嘛 隨著座標的轉換他不變 我們希望有這樣子的東西 假設是這樣子呢 很快速的 你就可以發覺一件事情 QIbar Dot 在新座標的QI Dot 這邊沒有 不過當然啊 它會變成什麼東西 它對時間的微分 事實上就是它的微分嘛 它的微分是不是相對 裡面很多個單元的微分 所以相當於我要把什麼 Partial Q I Bar 對 每一個裡面微分 所以我下面就用另外一個不同的Index Q Q Z 那前面呢 每一個都要把它三面選起來 之後這個再對時間微分 Q Q J Dot 這個沒有什麼 這只是圈入而已啊 對不對 微積分 是最簡單的 P I Bar 可以寫什麼 PiBar是什麼 Pi是Lagrange 對速度微分 所以你要對速度微分 我看看 我看看 我看一下它這邊是怎麼弄 OK 它這邊有個Transformation 我是很快速的把它跳過來 但是呢你們大家看一下課本上面 它有描述 這碗可以寫成Partial Q J 除以 Partial Q I Bar 乘上 P J 它可以寫成這兩個 這兩個意思是什麼意思 你可以把原來的速度 轉換到新的速度 你把原來的momentum 轉換到新的momentum 對不對 原來沒有Bar嘛 現在我轉換到有Bar的 這個Transformation 因為這是從這邊是代表 Space 上面的一個點 這是速度啦 OK 不過基本上它是 它當中一個參數嘛 某一個點 比如說 DJ這個點的速度 跟DJ這個點的momentum 你把它轉換到另外 在新空間上面的 這個點 跟這個點 所以它是點對點的Transformation 所以它那個是什麼 Point Transformation OK 這個呢 你們課本有編號 上面是2.7.7 2.7.9 OK 他們呢 2.7.7 2.7.9 叫做Point Transformation OK 也就 那之所以能夠這樣子呢 最主要也是因為我們上面這邊有要求嘛 你這樣轉換過來 也就是說怎麼樣 就相當於這個Lagrange一樣啊 我們可以看得到 你把它QQ. 轉換到QBar QBar. 所以呢 QQ. And QBar QBar. R. Q surreal Q Q ell Q三 Q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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它有点对点的transformation 这个是代表一件事情 这个Laplace The value of Laplace 怎么样 Is unchanged 不会改变的 它的值是不会改变 就好像一个向量 不管你坐标怎么变动 这向量大小会改变吗 不会的 但是它的形式又说改变了 比如说这XY坐标 我这么大 我投影在这上面是这么大 但是等我坐标转一个角度之后 我投影量又变成不一样了 但是没关系 我本身的大小还是不变 所以它The value是不变 但是The form形式怎么样 Is changed 它可以改变 对不对 所以这个看起来都还好 因此这个transformation 在这个地方 我们看起来就像说 我们要让这么多transformation里面 找到一个 i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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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e invariant of Euler Lagrantian Equation under Q Q Q Dot 转换到Q B Q Bot OK 那我们的目的 本来就是希望它不要变 这是在Lagrantian 的状况下面 那我们可不可以说 我们希望能够找到一个 不只是满足Lagrantian 不会改变的 它同时又满足怎么样 the invariant the invariant of Hermitanians 在同样的转换下面 在同样的转换下面 它一样不要改变 所以本来呢 一开始呢 你前面吻合Lagrantian 不变的这件事情 可能有好几个转换 但是你再加个条件 我希望在Hermitanian 在这个诠释 方便学院下面 也是不变的 那么这个时候 我们就是希望呢 它可以一样遵守 原来Hermitanian的要求 的形式 Hermitanian本来就这个形式 在这边呢 这是旧坐标系统上的形式 我们希望这个转换完之后呢 它不只是本身指不变 连这个形式上面的 关系式上面都不变 OK 我们需要这样子 那这一种转换 OK 这一种转换 就是2.77 2.79的这种转换 我知道它是点对点的转换 那么这种转换 我们叫做Canonical Transformation Then 2.77 And 2.7.9 Accord Canonical Transformation 对不对 那么这个时候呢 这种形状下面的QE啊 一直到QN 我们叫做什么 还有 And Pi 等于Partial Lagrange Partial Qi 这些坐标呢 就是叫做 Canonical Coordinates 好 我再重塑为一次 你一定可以转到N个转换 我把它从Q转到QBAR 但是我开始设定条件 我要哪一种转换呢 第一个 在这个转换过程当中 Lagrange 本身是Invariant 你的转换 基本上要遵守这些基本的微积分概念 点对点的转换 你不只是Lagrange 不变 我们也要求Hamiltonian不变 Hamiltonian本身的运作方式也不变 那么 假设你找得到这种转换 这种转换 我们给它一个名称 叫做Canonical Transformation 那在这种转换下面的坐标 我们就叫做Canonical Coordinates 好了 你已经定义出你的游戏规则了 你已经定义出 它的名称了 好像 这个我们物理系呢 要去办一个运动会 对不对 那你就要设定好 我们这个什么状况下面 才叫做冠军 才叫做赢 好 你已经设定完了 规则设定完 那紧接着就要开始玩了 你如何能够赢 那我们这个转换千百种 我怎么知道 我今天的转换 就是Canonical Transformation 就是对我有益处了 我当然可以把它转 转到一个很好处理的空间 物理量又不会变 我处理完之后 把它转换回来 呆机 该管了 我怎么知道 你今天的转换可以达到这样做 那 我们怎么知道 你今天有个转换 这些坐标 它本身就是Canonical 你怎么知道 我们总共有办法来分辨 对不对 我现在来算一些东西 很快的 我们得到它有些特征 好 假设我们现在呢 如果有些转换的转换 如果有些转换的转换 P呢 转换的转换到P宝 本身也是Q跟P的函数 OK 我们现在呢 现在做一个东西 做一个运算 我们看看那运算呢 有什么样的特征 我们现在定义一个运算 然后我们看看 运算是这样 假设有个叫做Omega dot Omega dot是什么意思 就Omega对时间微分嘛 Omega是什么 某一种状态啊 某一种状态 那这个呢 我们可以把它写成这样 Omega对哈密托尼 的这个 哇 这又是新的符号 我们上次学过中瓜胡了 这个叫什么 Commutator 对不对 这个叫做什么 Poison bracket OK 所以这有个名字 待会再写 它是怎么定义的呢 第一件事情 Omega Omega一定是Q跟P的函数嘛 所以你一定是什么 第一件事情 你把 Omega Omega Pasio Omega Pasio Qi Pasio Hamiltonian Pasio Pi 记住一个Q一个P哦 减掉 Pasio Omega Pasio Pi Pasio Hamiltonian Pasio Qi 我把这种微分 把它上起来 这个就是它的意思 OK 这个就是它的意思 那么这个时候呢 这个是很容易分辨的 OK 你下去 思考一下 假设看不太懂的人呢 你回去翻一下课本 它上面有很简单的跟你解释 好 那么在这种状态下面 我们把这个取一个名字 这个叫做Poison Bracket 我要在这个地方用 if Omega呢 就是什么 QJ的新坐标 假设就是这样 那么这个时候呢 我从上面那个式子 我是不是可以求算 QJ对时间的微分 可以写成怎么样 那一大票 Summation Summation I 记住哦 这个时候我的微分呢 对象要用不同的index Partial QJ Bar Partial Q I Partial Hermittonium Partial P I 减掉 Partial Q JBar Partial P I Partial Hermittonium Partial Q I 它就可以写成这个样子 OK 上面这个式子呢 我们称 编号是2.7.13 这个编号呢 是2.7.14 OK 我们要一个一个来算算看 到底 这里面有什么重要的东西 好 我们在这个地方呢 我也算一下 虽然说空间不够长 我尽量挤 OK 我们知道 If This Is A Canonical Transformation 那么 Hermittonium 在Q跟P的这个坐标 跟Hermittonium 转换完之后坐标的值应该都要一样 对不对 因为这是Carlanec Transformation 那么这个时候 我们来算第一个 QI dot 会等于什么东西 QI dot等于什么东西 假设根据Hermittonium QI dot在这边 是Hermittonium 要对P为分 所以呢 它要等于什么 Hermittonium 好 假设 这个是Canonical Transformation 所以这个时候呢 你的QI dot 可以等于什么 Partial的Hermittonium 在旧坐标系统的Hermittonium Partial PI 对不对 这是这边告诉我们 但因为Hermittonium不变 所以我自然可以把它写成 在新坐标的Hermittonium 对不对 好 那么这样子呢 我就可以开始把它展开来了 所以这边呢 我可以写Partial Hermittonium 因为你是对它微分嘛 对Momentum微 但我可以先对里面微 里面的再对它微 好像圈入一样 所以我可以做两项 第一个Partial Q KBO 然后呢 再把Partial Q KBO 对 Partial PI 这个值对前面的 后面还有 Partial Hermittonium Partial P KBO Partial Partial P P Partial Pi 我每一个 K都要上 它自然会等于这个样 OK 同理可证 Pi呢 Dot 也可以这样子解释 因为Pi Pi Pi 到底等于什么 负的Partial Hermittonium Partial Qi 负的Partial Hermittonium 旧的系统 下面的Partial Qi 现在 我可以把它转到新的系统 Partial Partial Qi 所以同样的 我可以对这里面线微分 然后因为迁入再导出来 所以我用Summation K 这个是没有问题的 所以会Partial Hermittonium Partial Q K K Bar Partial Q K Bar Partial Qi 写的手好酸 Partial Hermittonium Partial P K Bar Partial P K Bar Partial Qi 它可以等于这个样 好 我们为什么要算这个 因为我们回过头 这边来看的时候呢 我们有两个东西 这边有一个 Partial Hermittonium Partial Pi 是不是这个 Partial Hermittonium Partial Pi 这是新的坐标系统 这边还有一个 Partial Hermittonium Partial Qi Partial Hermittonium Partial Qi 我就把这两个赤子 带到里面去 然后整理一下 东排排 西排排 很快速的 很快速的 我们那个本来是什么 QJ Bar Dot Q J Bar Dot 它现在可以写成怎么样 summing Partial Partial Hermittonium Partial Q K Bar 里面这边写什么样 Brakat Brakat QJ Brakat QJ QK Bar 的 Poison Brakat 再加上 Partial Hermittonium Partial P K Bar 里面乘上 QJ Bar QK Bar 的 Poison Brakat 我们会有这个词词 同理 Similar 你可以得到 P Bar Dot PJ 我看看 单位等于 Summation K 这么多人类似 Partial Hermittonium Partial Q K Bar 然后乘上一个 Poison Brakat PJ Bar P K Bar 再加上 Partial Hermittonium Partial P K Bar P J Bar P K Bar 它会变成这样 2.7.16 2.7.17 OK 我们现在呢 要把这个词词 跟这个词词比 这个词词 要跟这个词词比 OK 你会得到什么东西 你会得到什么 你会得到个 很好玩的东西 也就是说 我这个可以这样子嘛 对不对 我现在把它转换到 另外一个地方 叫 Q I Bar 的 Dot 是不是可以得到 Partial Hermittonium Partial P I Bar 这个呢 可以转换成为 P I Bar 的Dot 等于负的 Partial Hermittonium Partial Q Bar 好 起码这两个词词 跟这两个词词 做个比对 OK 这个呢 也是 2.7.10 OK 我们只是稍微 转换一下而已 这一比对的时候呢 我们就可以得出 你看看 这个QI 会有P的这个东西 这个要存在 对不对 这个要 不见 是不是 还是怎么样 OK 我们看看 我有没有写错 对 PK PK QJ 然后这个是PK 这是P Q PP 所以这样告诉我们说 这一项 因为前面根本就没有 对这个Q微分 这一项一定要等于0 下面这个呢 没有对P的 所以它一定要等于0 所以它马上就告诉我们 我们可以得到一个 很简单的东西 这一项 J Bar Q K Bar 的 Poison bracket 要等于ΔI 这个 OK 这个 假设你转换完之后的 坐标系统 在Poison bracket 下面 运作下面呢 它有类似 我们叫做Cyclic Cordinates的这个特性 就好像我们 我们这个 I跟J的 DOT 等于0 类似这个样子 只不过 它是用这种符号 表示是 假设你转换完之后 它遵守这个 那么 我们就说 转换完之后 那么这个时候呢 The transformation 什么transformation Q转换到QBar P转换到 PBar Is Canonical Transformation 那这个时候 相对的坐标 就是Canonical 坐标 OK 好 那么这个时候呢 QP And QBar PBar Refer To The same State 这才是我们要的 对不对 要不然转换来 转换去 发现你东西都变了 不行 假设它是Canonical Transformation 我们的 Hermitonium 在QP的 这个旧的系统 跟新的系统 一定要一样嘛 对不对 这是我们基本要求的 那么这个时候 你就会得出一个东西 假设有两个作用 在我们的这个 Bracket上面作用 在旧的坐标系统 跟在新的坐标系统 两个结果 一定都要一样 所以你就可以比拟出来 这个套过去 那个套过来 哇 这个非常的方便 对不对 那么这个时候呢 任何一个state 重复前面的 本来就是 Omega跟 Hermitonium的 什么 Poison bracket 你就会知道 这个state 本身保守不保守 假设它等于零 就是要把它 Independent of time 它就是保守 同样的 它在新坐标 也是一样啊 也就是说 一个保守的东西 在新的 在旧的坐标系统 通通的保守 那就很棒 你的旧有的定律 在新的坐标系统 照样apply 照样处理 就会变得很容易 OK 就相当于我们 用你做的CT一样 转换到那个坐标系统 去做做看 它会变得很容易 当然你要练习一下 才有这个技巧 OK 好 讲完了 终于终于讲完了 OK 当然我们还有后面一点点 讲到Symmetry 还没讲 下一次我会讲 OK 那我们就准备开始进入 古典问题出在哪边 量子力学 怎么来解决这个问题呢 它如果来凑出一个模型出来 这个模型描述的东西呢 竟然跟真实相去不远 对不对 那它才是很会凑 就跟Lagrange很会凑一样 就跟这个Hermittonium很会凑一样 他们就是找到一个transformation 刚好可以吻合这样子的特色 真是太棒